嗨,大家好,我是坦平叔,等着大家真正的中国,今天是2023年10月20号,这一期啊,咱们闲聊墙内的这个舆论环境啊,这一期是闲聊啊,瞎扯,因为这期节目啊,不再B站播放,B站啊,我已经这个叫暂停更新,所以这个国内虽然其他网站还放,我不在乎,所以这个聊的就相对随意一点,我从应该是五月份啊,因为这个我在馆子上的节目啊,总被人剽窃,对吧,搬运到国内, 然后在馆子上面,也这个号召大家帮忙去举报,我本人也去举报,但是没用,你举报那些这个盗版搬运的依然存在,后来我就觉得那与其别人盗版搬运,那我不如大大方把我自己去做,我以前不在国内做事,不想麻烦,我就在馆子上做就完了,在这儿意图为快,就是闲聊嘛,咱也不是什么正经节目,咱也不造谣,对吧,所有东西都有出处的,有来源的,咱只是对这个做一个评论,尤其是跟着我对国内的聊天, 了解,对吧,这个经历,做一个评论,就这么一个节目,我刚开始想啊,因为我对国内这个社交媒体还是很了解,所以我就认为我这种节目形式啊,在国内播的话也是可以的,但是呢,你就得改来改去,对吧,你得想着怎么说,趋离挖挖的,非常麻烦,我就是为了避免麻烦,你说这个工作量得多大,这个麻烦主要是工作量大,所以我就不愿意在国内播, 我就干脆啊,在管子上播,就这样工作量小,管子上面的审核啊,规则非常透明,那你只要不反人类,对吧,你不要这个搞那些黄,毒啊,这些东西,还有这个血腥的,惊悚的,就类似这种啊,那你是不行的,其他的,他比较宽容,比较宽容,那你,你做起来就不累,你不要老想着,脑子里想着,我说这个是不是,又碰到红线呢, 把这个节目给毙掉了,然后这个油管,主要是板权,他对板权保护非常好,所以你不要盗版,你引用别人的视频,你也得是引用,对吧,你得,你得有自己的解说,有自己的看法,就是在对那个别人的视频啊,内容二次加工,他很多是允许的,你不能照搬照抄,所以说这个管子上面,时间长了,他规则非常清晰,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,就是他经常给你黄标,你也不知道为啥黄标了,黄标什么意思呢,黄标他不是说别的,黄标是说,你这个节目啊, 反正不能做广告,广告上不用属于这样的节目做广告,就是我的广告不放这种节目上投,大概这意思啊,他认为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不美好啊,就是血腥啊,或者是,我告诉你那炮弹,爆炸,导弹发射,就这种产面,他也可能给你判个黄标,就是你放个导弹发射的产面,不是说把人炸着了啊,血乎死拉那种,就是导弹发射那种产面,他也给你判个黄标,所以这个也挺烦人的,但是还好吧,他只是给你黄标,就是不能投放广告,后来因为 因为盗版,咱们就到国内了,麻烦就麻烦一点,对吧,改我就来改,所以我就把国内啊,B站,西瓜,抖音,百度加,还有那个腾讯,几大平台我都开通了,都传,这个节目啊,刚开始非常火爆,你要说B站啊,是因为有盗版,有人做了铺垫,刚开始火爆,这个还可以说得过去,西瓜上面是没有什么盗版,我那节目在西瓜上面,比B站还要火,西瓜把我有个节目推广了,那是干去西瓜注册账号啊,干播啊,有一个节目,就我的粉丝, 粉丝才几百一千都不到啊,有个节目他播了一百多万次,就是大力推广,B站呢,是因为,恐怕刚开始有很多人看过我节目,都是盗版的,然后我再去之后呢,粉丝上得很快,但是呢,到了五万,B站就给我封杀了,就不再推,就是不让新的用户看到,只让原来的老的用户,你通过特别关注,订阅,你才能看得见,新的用户很难看见我,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限流,这个我不所谓,限流我不在乎,爱线不限,然后这个,百度加 百度加呢,刚开始好像不行,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呢,他突然发现,这么个宝藏,也是狂推,百度加在哪推我还不知道,百度加是个聚合平台啊,他又是在什么好视频啊,什么,总之他有很多这个客户端,他都推这个,我的这个节目,后来量慢慢起来了,然后就是腾讯,这个腾讯呢,就一直是不闻不火,不叫不闻不火,就是死的,每天传上去, 因为我一个节目,我这么多平台同时发,都一样的,一模一样,发人机之后,一天只有十个人观看,坚持了一个月,我觉得确实没必要,因为我都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去传,所以腾讯呢,我就主动自己停掉了,没有播放,后来有粉丝建议,去那个喜马拉雅,就是那个厅的那个平台,我也去传了一下,那个倒是粉丝还行,订阅的人还可以,但是后来我也不传了, 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平台,后来我也看了一下啊,知乎,什么小红书,支付宝,还有很多,就是我,我是种种原因,我就懒着传,我就那个,就叫头传笔,不合适啊,就是我耽误了时间,还不至于,还不如我这个歇息,或者把精力啊,放到其他的平台上,所以就没有投放了,所以国内重点就是西瓜,B站,西瓜它是叫字节跳动嘛,它有这个头条和抖音,它是,它们是一家的,一回事,然后再说说受到这个处罚,最早是西瓜视频, 不知道为什么,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,它给我封号15天,封到第8天的时候,它又突然,又给我这个,来个通知,封三个月,就是,就是加行啊,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,后来我想,可能是跟普里格金有关系,这是我推测的啊,因为我也懒得理解,就我也,我也不想去找,问,找平台问,我觉得我也不在乎,你,你爱封不封,后来我一看它封我三个月,我想,这个西瓜平台啊,封三个月,这不闲着的吗,我就注册了一个小号,我用那个小号, 所以现在在西瓜上面,我有两号,一个大号,一个小号,通过这两号啊,我就发现这个平台啊,太随心所欲了,就是我一个节目,比如俄乌战争的节目,通过小号发出去,它不让你播,它说你这个有问题,然后我就通过大号发,又没问题了,可以播,然后有的节目啊,大号发,发不出去,不让你播,我通过小号发,哎,又让你播,它就是那种随心所欲啊,你搞不清楚,它规则在什么地方,这个西瓜呀,它给我封号三个月,三个月以后啊,那我一看,可以,上传视频了, 那叫它大号啊,我就开始传视频,但是它不给你收益,你可以传,收益是它给我封了六个月,哎,我就找那个西瓜的平台客服,我就问它,我说为什么可以发作品了,对吧,就是解封了,为什么你的收益不给呢,你这不相当于让我给那个平台打工吗,平台是赚钱的,平台是赚广告费,它广告费它不给我,你说还有这么流氓的平台,哎,它说没办法,那只能它就这么规定的,而且它给我那个收益啊,封六个月,它也没通知我,它只通知我,封号封, 禁言三个月,三个月以后解封了,但是它就禁止我收益啊,它没有通知,随意的,随意性的,所以西瓜这个平台,我到现在为止都是随便发,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到了,我可能比这个B站啊,比其他的平台啊,要晚一点,就想起来就发,而且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发,就是想起来就发一个,经常忙忘了,它有的作品啊,你抖音上能发,但是这个西瓜上发不了,西瓜上能发的抖音发不了,都是一把传上去,就是管理混乱到这地步, 没有标准,就是随心所欲,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,有权任性,那这是西瓜视频啊,所以我对西瓜视频这个节目,就是随便传,你把我封了就封了,我也不在乎,爱咋地咋地,我也等到什么时候呢,我也等到12月份,我再把西瓜视频呢,这个粉丝啊,好好的这个整理整理,评论区啊,好好的管理管理,现在没时间,没空,西瓜视频,我在那上面是,叫荒重荒收,一切随意,然后这个百度加呢,也很有意思,这个粉丝干净, 三万起来,好像两万多吧,三万,而且每天阅读量上来了,他那个阅读量跟那个其他平台算法不一样,那阅读量吓得就大的吓人,每个视频都十几万的播放,但是没有钱,这个倒无所谓嘛,反正是你有粉丝就行,有播放,那就可以继续传嘛,结果突然有一天呢,他就直接给我封号了,封了,他不是说禁言什么暂停,不是,就是把那号给封掉了,没有了,号还在,但是你永久不能在那边传东西了,哎,我说这是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我后来看了一下, 好想就是因为我说俄罗斯,我总是批评俄罗斯,然后我说啊,这个普利克金是普京杀死的,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可能,哎,他说我造谣,哎,我分析啊,对吧,我说我分析普京可能杀死这个普利克金,百分之七十可能,哎,他说我造谣,你说,那那你说我,我国内的我不评论,对不对,我不做国内的施政,我评论俄罗斯也不行,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啊,这百度啊,是被小黄把持着的,以俄为爹嘛,我其他节目他都没有,没有违规啊,其他所有 做节目,比如说股市的,聊房地产的,聊什么的,都没有判定过违规,只有几个跟俄罗斯相关的,他都判断我是叫谣言,两个还是三个,有三个,都是普利克金,俄罗斯,所以百度百家呀,是以俄为爹,你说不得,对吧,我分析普利克金可能死于普京之手,这个,现在很多媒体,对吧,很多平台都在说啊,他因为这个把我给封号了,也是任性的,不过我不在乎啊,你封了就封了吧,对吧,我也不管,然后就是B站,B站最近啊,非常有意思, 因为我在B站搞了这个充电会员节目,我是被B站选中的,B站让我,邀请我,开通这个充电会员节目,大家都知道我就开通了充电会员,五十块钱包月,一个月五十,也是B站的粉丝啊,比较喜欢我的节目,沉蒙厚爱啊,充电的人还是很多的,我的粉丝一共才六万,但是充电的有五千多,我的充电会员人数啊,在B站是排第二,九月份的,但是我粉丝这六万的,人家粉丝这几百万的,这什么概念,而且我充电是 五十一个月啊,别人恐怕是六块的,还有八块的,所以我就遭到了B站的,这个叫重点关照,重点监控,我的节目啊,是先机器审,审完之后人工审,人工审完之后再复合,就这样还出事了,出什么事呢,就是最近 我批评哈马斯跟以色列,对吧,他恐怖袭击,我主要是批评哈马斯,我说哈马斯是恐怖分子,这个节目大家都看过,对吧,我在油管,在其他平台都是一模一样的,结果被B站判为违规,你说哈马斯是恐怖分子,他说你违规,那你说这个B站是被恐怖分子控制的,但是这个我也认可,为什么他标准不一样,对吧,他说,你说哈马斯是恐怖分子,这不行,违规了,那我就知道,那我下次不说哈马斯是恐怖分子,对吧, 好歹他给出你一个标准了,昨天啊,我做了一个节目,是多益网络跟广东警方之间,对吧,这个多益网络自己公告的,我是根据多益网络那个公告声明,我来谈到我自己看法,我是讲我自己的故事,这个很多人也看了,对吧,我在讲,然后我分析多益网络和警方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,结果B站判定我那个节目是搬运,非原创,说非原创投了个原创,非自治投了自治,所以说你违规,你这个 这个不叫指路为马,黑白颠倒啊,对吧,我想很多人都看过我那节目,有人说政策违规,我根本就没有政策违规,我那节目里面根本就没有黑警察,说警察受贿,说警察怎么样,根本就没有,而且国内其他平台可以播,B站不让播,关键什么呢,关键是,如果你说我这个其他的违规,他说你聊实证了,不行,说你这个涉及实证,把你下架,这我也认,对吧,那你的标准说这个就是实证,他不是,他说你是搬运,那你这不就是颠倒黑白吗,这谁说的了, 我天天,对吧,维权,打击盗版,打击搬运,结果人家账号都好好的,我,我是原创,被他扣一个搬运,你说这不就是随心所欲吗,这就是有权任性,颠倒黑白,对吧,你给我判一个,说你这个,聊了这个实证信息,不行,那我也认,对吧,实证信息,那我下次我注意了,这种话题我不了,或者换个方式,他不是的,他说你搬运,这就像 诬蔑一个抓小偷的警察呀,诬蔑这个警察是小偷,是一个道理,他天天抓小偷,结果反过来被诬蔑他是小偷,这不是讽刺吗,所以我一看,那这B站是针对我呀,对吧,哈马斯是恐怖分子,这个你说我违规,现在我是聊亲身经历,讲故事,他说你这搬运,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,这就叫针对我了, 所以我考虑到啊,这个账号安全,我就主动的停根一周,是我自己主动停根的,因为我觉得啊,我再发一个任何一个东西,他都有可能给你找个救,然后两次,三次,四次以后,他就给你封号了,就你发任何东西,他都有可能给你判定一个,所以我先停个一周,对吧,养养号,这个不是什么官方暗示,不是的,是我自己,我为什么这么在乎呢,对吧,如果是西瓜,那我就不在乎,随便发,你爱给我封不封的,因为B站有很多人是充电会员,人家充的, 那不是一个月啊,很多人充的一年,还有两年的,如果我号封了,他的钱,就不明不白的被B站拿走了,或者就是退吧,也说不清楚,再说,如果我对号不负责任,能保你不保,你就随意的吧,让人消掉了,这个对充电会员也不负责任,所以我觉得啊,对吧,如期容易被人消耗,那你不如保一保,保的方式是什么呢,那就是停根啊,因为你不知道你发什么,他会给你判定,违规啊,我连自己讲故事都被他判定为搬运,非自治, 那你说,你说什么,他都有可能会给你违规,违规,比如短时间内,违规两次三次,他就可以把你号给消掉,那我就歇一周嘛,或者歇上几天,看看情况,这么回事,通过这个国内啊,这几个平台,封号,大家就能发现,这国内的互联网平台,社交媒体,那是随心所欲啊,他没有什么规范的,没有什么规则,透明,就是看这个,这审核的人, 后来我一想,也不能怪这些平台,为什么这么说啊,你说这个国内啊,哪个地方有规矩啊,你比如说资本市场,要说资本市场,那个证券法,交易所的这个交易规则,然后三十公司的章程,对吧,三十公司的这个管理办法,那规则多了去了,是不是一条一条的,好几本书啊,因为我培训过我知道啊,但是你说现在,哪个三十公司,包括监管机构,他是在按照规则办事啊, 他不都是随心所欲吗,连资本市场的监管部门,都这么玩,你看看那个浙江国强上市,不就是乳弄投资者吗,就是耍韭菜吗,还有这个什么,浮华化学吧,他居然把银行的贷款拿来给大股东,给股东啊,分红,分完之后,不就签银行钱吗,上市,融资,融更多的钱,干什么呢,对吧,就从小散那把钱拿过来,把这个银行贷款还掉,剩下的钱呢,接着分红,你说这个就跟明抢是一样的,他非说他是叫IPO,我就不相信,证券法里面,这个上市场, 上市规则里面,交易规则里面,有这些条款,允许你这么干,但是为什么这事就频繁发生呢,不就是这些监管机构这些人,有权利的任性吗,想怎么样怎么样,你舆论闹大了,舆论,对吧,自媒体还有媒体专家,盯的多了,他就说我暂停,反正我没错,错的要不是上市公司,要么就是别人,反正监管是没有错的,你看看,这个是资本市场,是国家机关的监督啊,都是这样随心所欲,那你一个什么B站,什么西瓜视频,这种民企,对不对, 他有什么规则呢,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所以想到这儿啊,就明白了,你连跟政府,你都不能讲规则,你还跟这些民企有什么规则啊,这些企业对不对,上连不振,下连歪,中连不振倒下来,所以想到这一次呢,我也觉得无所谓了,那个平台就这样,对吧,那就与狼共舞啊,因为B站有很多充电会员,所以我呢,比较在乎这个号,所以我会这个,根据实际情况,尽有可能的把这号保住,不要让他禁言,不要让他封号,那么我主动的,来停个号,对不对,他有什么规则呢,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所以想到 这个保号,对吧,因为你发任何东西都有可能,他随时可以给你刻个帽子,对吧,令我这自制,我这个节目,就全靠自己一个人在这说,他都说你是剽窃,是搬运,真正的搬运,他不管,这不就是叫欲加之罪,何况无辞吗,我对B站和西瓜视频的区别是什么呢,就是B站这个号要保,所以叫投鼠机器,你就不得不被他牵制了,西瓜就无所谓,所以西瓜反正随便放,你喜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,所以从这个啊,咱们也可以看出 当下国内的舆论环境,为什么小粉小红小黄那么多,背后有个黑手在控制,你正常的声音发不出去,你发出去也惩罚,但是夹头这样的声音随便说,夹头,对吧,哈马斯第一次恐怖袭击以色列,把那个音乐节上炸死,对吧,打死多少人,然后还绑架走多少人,夹头说啊,就打死一个人,啊,以色列就死一个人,他马上就报复,啊,以色列人死不起,不能死,你看看他视频看他还在,他就公然造谣,没有任何问题,他在B站西瓜视频, 反正这些平台上一点问题都没有,叫通行无阻,眼睁睁的造谣,他支持哈马斯,支持这个爆恐,没有问题,哎,就知道为什么夹头的粉丝那么多,5000万呢,这夹头自己说的,他的粉丝有5000万,就各个平台加一起啊,他想打击民营企业,他就打击民营企业,我要说打击民营企业,或者我要打击国企,说不定我就被消耗了,但是他呢,打击没问题,那不就说明背后有人支持他吗,支持他吗,这就导致什么呢,导致很多国内的啊,这些自媒体up主,因为他要吃饭呢, 如果他说这个哈马斯是恐怖分子,如果他支持乌克兰,对吧,说这个俄罗斯是侵略,那他这个号就保不住,他这号保不住,他自媒体就做不成,他没饭吃,所以他被逼啊,他就,他就说这个支持俄罗斯,支持哈马斯,这样不会消耗啊,所以你晚上,对吧,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,都是支持俄罗斯的,支持哈马斯的,这些人,从来不被封号,不被禁言, 但是大家在国内,如果社交媒体上看过的啊,那些什么,有一些支持乌克兰的,就是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,反对哈马斯暴行的,恐怖袭击的,统统的,无一例外,都被封过号,都被禁言,都被处理过,有的一禁言,六个月跟我一样,有的禁言三个月,我想这个我不用举例子,大家都知道,这就是问题所在,那背后到底谁在操控这个呢,肯定还有主管部门啊, 监管机构啊,不过这样也好,对吧,这样你到了极致啊,他就会崩盘,因为我始终认为啊,这很多小粉小红小环,他也未必是真的小粉小红小环,他恐怕也是生活所迫,他扮演小粉小红小环,他获得的会多,日子好过一点,他未必不知道什么叫正义,什么叫邪恶,他未必不知道什么叫恐怖分子,什么叫暴行,对吧,什么叫倒行逆施,什么叫侵略,他门儿侵,但是他要做小红,他要做小环,因为这样获得的好处会多, 我再有一期节目说了,家头老师把良心丢掉了之后,赚钱就容易多了,有了良心你就有了负担了,对吧,什么话能说,什么话不能说,有了良心之后,你就有自我约束啊,自我要求啊,自我还拔高啊,但你把良心丢掉之后,这些都没有了,赚钱就容易了嘛,这些纯吐槽,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这个国内社交媒体这个现状,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小粉小红小黄,未必真的是小粉小红小黄, 你看到很多轻鹅的自媒体,他未必真的轻鹅,都是形势所迫,都是想吃饭,但是呢,这个是别人,我不是这种人,刚才我就说了,我本来就没打算在国内做,随便,你要封我的号,我也不在,如果把我节目给封掉,就对,就比如我在这说啊,这种形势在国内就放不了,那不好是吗,那就倒板也没办到,你什么账号放我的节目都放不了,这样最好, 但是唯一的不好的就是B站上,还有这么多充电会员,我在B站上面,还可以做成这样,所以我要珍惜,这叫与兰共舞,你不能遇到一点小挫折,一点小问题,马上就撤退,对吧,那叫临阵脱逃,要有战斗意识,要有斗争意识,既然是斗争,那就要解决策略,我知道有很多B站的网友,到西瓜视频,或者到馆子上来看,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误解,在B站暂停更新,是主动所为,是为了保号,欢迎大家继续支持,不像邪恶 各式的低头,从我做起,从每个人做起,好,这期节目啊,咱们就聊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,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